台股五日社会美中两国 渴望在12月中达成协商 再加上全王台积电 靠着7奈米制程 拿下高通5G旗舰晶片并单 激励股价走强 此外 股王大力光也带头领涨 中场涨幅超过7% 全王股王的亮丽的表现 也让台股开高走高 台积电法说会也特别提到 整体的资本支出 有明显大幅调升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也因为这样子使得 相关的半导体设备的厂商 是成为这一波最强势的一个族群 台积电产能满载且两率蓄深 第四季毛利率渴望冲破50% 盈利率也将逐渐成长 且再加上台积电供应链论坛 五日下午在新竹举行 市场对于台湾半导体供应链族群 未来表现仍持正面看法 日前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也表示 2020对台积电来说 将会是大大成长的一年 已经做好准备 台积电也将大幅投资产能的部件 台积电持续扮演成盘角色 专家则认为有机会带领台股向上走扬 今年台湾的整个半导体 相关的在今年代工台积电的带动之下 近期来讲 整个相关的设备厂商 今年的出货量都是持续的成长 这一波的台股 指数还是维持在相对高档的一个贡献 最主要就是因为目前半导体 占这个指数的群众比重是持续的拉高 目前并没有明显的回档 虽然美中贸易战未停 但搭配明年5G商路题材 5G等新科技应用持续发展 都激励半导体大厂增加资本支出 相关供应链上下游族群也都渴望成为台股的排面焦点 专家看好台股之后 仍有机会持续电高 往下个波段向上攻击 今天报道三万零 杨超全台北报道